如果要说蛊惑在系列电影中最接近原著的人物 黎胖子应该是当之无愧 与电影中一样 漫画里的黎胖子也是红星社北角的大哥 主业印刷厂 副业混社会 喜欢吃苹果 极其不注重个人卫生 与陈浩南 大天二等人的关系恶劣 红星社高层对他的行为忍无可忍 派出韩斌要对其动手 韩斌身为国际大鳄 手下亡命图成群 处理这种事情 驾轻救赎 临兵后 当下就派出刺客 直奔黎胖子而去 幸好黎胖子机警早早发觉 避开了一场血光之灾 韩斌既已出手 就没有停下的理由 黎胖子香港目前是待不下去了 只得跑到台湾暂避风头 可他不知道 台湾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等待他的只有更大的危机 黎胖子走投无路 狗鸡跳墙起来 竟想出高架去找人炸掉蒋天生的别墅 既然与红星社翻脸 那就不如干一票大的 可不管他的价钱出到多高 还是没有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红星龙头 那是能轻易招惹的吗 黎胖子投奔了四海帮 自己多年来积蓄风后 留得青山崽 不怕日后不能东山再起 只是他忘了 台湾有一人与红星社关系匪浅 此人势力滔天 极重情义 那就是毒蛇帮的帮主 山姬 山姬不顾智囊一龙苦雀 执意要亲手挫败横梅 为毒蛇帮众多倒在横梅手下的兄弟们复仇 使出激将法 逼迫横梅出战 两人定下约战 于三月后决战圆山大饭店 山姬自此日夜苦练 地狱式的训练让他状态达到了巅峰 他信心是足 是要拿下横梅学耻 正巧陈要来电 请他出马收拾黎胖子 山姬对黎胖子的屡次恶情早有耳闻 一是为了挚友陈浩南复仇 二是为了检验近来的苦练成果 当下欣然答应 集结毒蛇帮大量的帮众 亲自带队围剿黎胖子 黎胖子早已收到了风声 在四海帮的保护下暗中埋伏 欲杀山姬一个措手不及 但山姬经验丰富 人数又占优时 还是把黎胖子逼入了绝境 黎胖子到了生死边缘 爆发出潜力 竟能短暂的压制山姬 但强龙还不压地头蛇 何况黎胖子未必是龙 只不过是只丧家之犬罢了 山姬刚一认真 黎胖子灯石不敌 被活捉控制 严见山姬已经汇报陈浩南 陈浩南在电话里 也应陈会马上飞到台湾处理 黎胖子急得浑身冷汗 以陈浩南的手段 自己定是胸多气少 痛哭流涕的哀求山姬能够放自己一马 并承诺将自己全部身家拱手奉上 山姬冷笑不断 轻蔑地看着这个金钱至上的可怜虫 你应该清楚 我跟陈浩南的交情 显然是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但是买不到真正的友情 陈浩南与黎胖子的仇怨游来已久 迫不及待的带上大头仔 飞抵台湾复仇 此人虽是作恶多端 已被红星社除名 但毕竟同门一场 陈浩南还是给了他机会 让其与自己单挑 赢了的话就放他一条生路 黎胖子眼见苦苦哀求 并无多大作用 虽然与陈浩南的实力差距明显 但眼下这是唯一出路 背水一战未必就完全没有机会 但不论他如何变换招式 却根本进不得陈浩南的身 自己却有如一栋沙包一般 任由对方蹂躏 一种绝望感不由地涌上心头 其实陈浩南也甚感意外 以他对黎胖子的了解 这番攻击早就该让他躺下才对 他不知道 这只是黎胖子垂死挣扎而已 人在绝境下 往往能够爆发出远超自己极限的力量 黎胖子终于抓住了机会 摁住浩南肩膀 拼命把对方推到墙角 意图用满力锤死挣扎 浩南睁开束缚 又是几拳闷中了胸口 将其肋骨直接打断树根 不愿再与他多做纠缠 这种小人死不足惜 当下一声怒吓 提气八拳 有如炮弹般的铁拳 正中黎胖子面门 这一拳足足有三百多磅力道 任谁中招后只爬得不会轻松 何况只是个残血的黎胖子 浩南双臂下垂 看也不看飞出数米的黎胖子 转身便走 对于结果似乎已成猪在胸 黎胖子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只怕到死 他也不会理解 山姬为何不为钱放自第一马 友情的真正含义 他只能下辈的再去领悟了 好友相聚 天南海北的聊个不停 只是山姬这次稍有刻意的关怀 让陈浩南有些尴尬 他贵为一帮之主 自己又不好意思先开口询问 只能等他自己讲出 果然 客套了许久的山姬终于忍耐不住 遇让陈浩南延迟几天返岗 为自己后天 与横梅的世纪大战到场助阵 陈浩南当然一口答应 但他知横梅实力不凡 担心山姬有失 山姬自信大笑 狂言一定要亲手打死横梅 下集 山姬生死战 敬请关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梅